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进入局作赵中微信公众号 收听局作视频节目 局作视频节目每周二周四上线 主要是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国际重大军事问题进行评论 上周二呢 我对中俄联合军演进行一些评论 关于这个中俄联合军演这几天报道都很多了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注 我就不说这个事了 但是呢 最近这两天呢 爆出了一个新闻 让我一看以后 把我吓一跳 主要是台湾上报 这个爆出来的 这个他说的是12号的事 这个一周以后呢 到现在才爆料 12号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12号就在中美俄军演开始的同时 在巴士海峡一东 台湾南与外海几十公里的空域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12日凌晨呢 也不算凌晨了 就是清晨吧 7点10分左右 台军的雷达战突然侦测到呢 在广东惠阳地区的机场 有十几架飞机陆续升空编队 这说明台湾对大陆这个空军的监控是非常有效的 他就监控的发现 惠阳附近的机场 十一架飞机呢 陆续升空 升空以后编队 编队以后呢 这个出海 这个飞行方向呢 是前往巴士海峡 我们知道巴士海峡是处于第一岛链的中间 这个北边是台湾 南边是菲律宾 中间巴士海峡 巴令唐海峡 这样构成第一岛链的一个阳后要道 这个时候呢 由于事发紧急 所以台军恒山指挥所 恒山指挥所是一个地下的 这个全天候的24小时值班的一个作战指挥中心 恒山指挥中心呢 收到这个空军作战指挥中心的报告 空军作战中心的雷达啊 因为它是预先发现的 然后呢 这个就查 查以往的资料 就是说根据雷达的监控 就是先报机型 因为台军呢 对大陆空军的各个机型都基本上是了解的啊 因为这一点相互之间 搞情报资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 哪一架飞机起飞了 什么型号啊 这个都比较清楚 警察队呢 就发现这些飞机不是 本来就住在广东 汇阳地区的机场 它是9月7号啊 分别是从上海一北的 不同的机场转场来的啊 那么转场来的这些飞机呢 呃 原来他们以为是来参加海峡联合2016军演的 没想到他们不是参加军演 直接起飞之后 直接就往东边飞了 而不是往南海方向飞啊 这个直接就 越过第一岛链 这些飞机呢 根据台军横山指挥所 他们掌握的飞行数据呢 就就说这些飞机 呃 主要有这么几个机型啊 一个是苏30MKK啊 这个战斗机啊 也具备对地作战能力 还有给这个 其他的飞机护航的剑11B啊 这个 这是一个战斗机 是在苏联永期基础上 我们中国自行研制的 呃 战斗机 还有呢 轰6和轰6K啊 这个轰6是个老的轰炸机 轰6K呢 是一个中型的啊 呃 战略轰炸机 呃 轰6K是在轰6基础上 进行改装的 但是比呃 轰6要有一个根本性的 变革和飞跃啊 基本上算是一个新的机型了 战略轰炸机 主要是带大型的巡航导弹 可以对舰 也可以对地面 呃 进行攻击的 还有呢 就是图135电子侦察机 啊 这是一个战役机 电子侦察 电子干扰 电子警戒的 一个专业的电子阵扎机 还有一个是空警2000预警机 空警2000是一个战役级别的 呃 预警机 预警机主要是空中指挥所 对整个机群 呃 进行指挥控制 对地面呃 威胁 进行监控 对空中 来自空中的威胁 进行监控 呃 并且分配 作战目标啊 呃 1278是空中加油机 主要是 呃 远处第一岛链呢 进行空中加油 那么这些都是我空军 呃 远距离飞行 远距离打击的 最精锐的兵种啊 是当前我们的主要的作战和作战支援飞机 呃 这些型号呢 都被台湾 探测清楚啊 那么台湾探测清楚以后就很紧张啊 这架一架是一架飞机 是吗 台湾方向 台湾一东 这个这个方向飞来是干什么呀 所以台湾就搞不清 这个呃 大陆空军的整个的企图啊 他也没有什么联系方式 反正双方就是根据企图去判断 呃 做好自己的应对 台湾空军的作战中心呢 就下达紧急命令 要求台南和嘉义啊 这两个基地呢 分别派出第一批次 呃 战斗机 呃 紧急升空 紧急升空的任务呢 主要是到呃 台湾的南部空域 进行警戒并且监控 呃 看这些飞机的动向啊 并且呢 这个呃 有情况以后及时报告 第一批派出的是 金国号 呃 蒋经国的名字命名的 金国号 IDF战机和F16 是美国卖给台湾的战机啊 这都属于三台机的初始型号啊 比我们的战机要落后非常多 呃 那么这些个飞机呢 升空之后呢 在空中监视啊 他也不敢飞出呃台湾12海里以外啊 这基本上就在这个台湾上空啊 或者是12海里以内空域进行飞行 主要是呃 监控啊 呃 关键是这里有个什么情况呢 因为这个呃 我们知道 呃 呃 这两天报出来的消息就是在台湾海峡 以东呃 呃 台湾呢 19号开始呃 开始进行这个呃 实弹演习啊 这个全空域的进行封控进行巡逻 而定空导弹进行实弹射击 而且这个军演活动呢 从9月19号一直持续到10月14号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呃 当时呢 就为了准备这次即将开始的演习呢 在台湾屏东 九鹏基地啊 这个三军啊 呃 要进行一次联合实弹射击演练 呃 就是个型装备都到位 到位以后检测一下装备 就怕再出现什么意外啊 像上次误发导弹炸毁渔转那样的事情 这里头呢 有一个天空三型防空导弹 天空三型防空导弹呢 这个12号当天呃 就已经架下起来 就准备进行演练 演练的其中一个项目 就是实弹射击 这个 当时你看都赶巧了嘛 啊 屏东九鹏基地准备要进行实弹设计训练 这天空当中突然出现了大陆的十几架飞机 这个地面就请示怎么办 台军的恒山指挥中心 哇塞 这怎么办 那这个地面雷达看 大陆飞机看得非常清楚啊 尤其是苏三菱和这个 监视一臂的编队啊 这近在支持 所以这个事呢 就是恒山指挥中心左思右想 就不敢下命令 说说别开机啊 导弹别开机 把那个电源切断 待机 等待命令 就始终没有敢启动导弹的运行程序 连开机都没开机 所以这是台湾方面呢 这个当时采取的措施 这个美国封面 美国封面有什么行动 我们知道美国12号已经开始了勇敢之盾的演习 勇敢之盾是在关岛附近海域 离这个海域的话呢 还相对来讲比较远 这个海域离这大陆大约一千多公里 离这关岛也差不多一千多公里 就这么一个位置 关键是在这个中国的十几架飞机的机群的下面 这个出现了这个一艘美国的阿利波克级的导弹驱逐舰 这个导弹驱逐舰叫斯布伦斯号 这个斯布伦斯号呢 他主要是在南海进行这个侦察巡逻 侦察巡逻呢 他结束任务 结束任务回家 他在日本航空航和海军机里驻博 这个时候呢 斯布伦斯单舰航行 发现突然十几架中国的战机 在空中出现 这个 他有点紧张 赶紧发出战斗警报 要求美国空军提供空中掩护 这个时候美军驻琉球群岛 冲绳纳巴基地 赶紧出动他的8架F15战机 和2架24-135电子侦察机 这个是美国空军的飞机 就从重绳紧急起飞 然后急速飞往南与外海空域 那么飞来到这个地方 那么就很快 就是7点25分左右 就跟大陆的空军的设计下飞机 空中遭遇 那么这个时候 关键是台湾 它的空情报告 雷达屏幕 因为这些上面我说的这些东西 在雷达屏幕 雷达屏幕我们大家都把它显现成 一个大屏幕 一面墙大的一个大屏幕 大屏幕呢 这空情海情都可以显示 台湾就非常紧张 他就感觉自己腾空的 战机比较少 所以就加紧判处后续的第二波 金国号IDF战机和这个F-16战机 这个时候已经有16架飞机在空中警戒 台湾空军呢 在这个空域是保持着16架 金国号IDF战机和F-16 美国呢是10架 其中有8架F-15和2架24-135 那么我们大陆呢 十几架 预警机啊 加油机啊 战略轰炸机啊 还有战斗机啊 是这样 这个一个空域突然出现了 这个三架 这个战机 从未有过 从未有过 那么 71点25分 7点25分左右 大陆空警2000预警机 这个 在巴士海峡上空 这个空警2000预警机是这样的 预警机通常不是和 边对当中的其他飞机伴随飞行 啊 这个预警机通常是在电后 因为它的雷达能够看个五六百公里 所以说它对五六百公里以外的空情进行监控 呃 它会指挥 呃 苏两期的改型 呃 尖11B和这个苏30在前面飞行 呃 空警2000在后边指挥啊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空警2000的位置呢 它是在巴士海峡附近 苏30是在前头啊 苏30和尖11B是应该是在前头 尖11B负责 呃 给苏30护航啊 应该是这么一个作战队性 呃 这个时候呢 就是苏30突然就和美国的F15遭遇 呃 双方见面以后就开思 哈哈哈哈 这个两国的F15开始较量 呃 有点像咱们这个两个高手在这个高速公路上 相互相互憋车啊 看谁 比谁更牛啊 两个人开始较劲 呃 先生练战术啊 双方飞了一串飞战术啊 这个多战有力发射阵位 呃 看看飞高度 然后飞技巧啊 左躲右闪 相互较量了一番 较量一番呢 其中 有一次呢 这个因为苏30要要进行拐弯啊 啊 要躲闪 苏30拐弯的时候 一家进入了这个蓝宇24海里的 这个空域 呃 我们知道12海里是领空啊 这个24海里呢 是平年区 啊 这个没有关系啊 短时间可能是数秒钟 进入到24海里 这个空域 啊 这个时候呢 台湾很紧张啊 因为他搞不清这个 这个这个大陆的 嗯 战役的意图 所以说 是要 下命令 台湾的这个 16架飞机迎上去呢 驱赶呢 还是在 12海里领空以上 进行待命啊 最后的结果呢 还是在那待命 没有赶出头啊 哎 这就对了 这种 我原来说过就是 中国周边的一些 国家和地区啊 啊 就是要养成习惯啊 就是懂规矩 大人玩的时候 小孩在旁边看着啊 就是别 别往前凑合 这一次就比较典型的啊 这个大陆和美国 战机在台湾附近 是 练手 然后台湾就 在旁边看啊 老老师 待着看 没怎么着事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是 苏30和F15 较量半天以后呢 双方玩的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以后 美国战机 就 没有打算进一步挑衅啊 就做 脱离的 动作 我们 大陆呢 这个 苏30一看 那你既然脱离 我退一步清空万里 我也走啊 双方就脱离接触 脱离接触以后 这个电子电脚机 远距离监视啊 各自 这个 老眼纷飞啊 一个朝北 一个朝东 朝北的是 美国 就回去了 回家了 回春省了 朝东的是 大陆 大陆的 空军啊 这个 苏30和 歼11B 继续向东 越过第一岛链 进行飞行啊 呃 这是我服役 几十年以来啊 这个 军旅盛养当中 第一次听说有这事 台湾媒体如果不爆出来 我还没想到有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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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心动魄的一种事情啊 发生 没有 呃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我想今天要不要给大家说啊 因为这个 对于媒体 尤其台湾媒体 它经常弄个八卦啊 所以我就怕 是个假消息 我就查 呃 查到的消息呢 这个 因为是一周之前的事 现在每天的新闻很多 最近大家都在报 这个中美俄军演的事 所以这个事就给掩盖了啊 我一查查出来了 查出来是9月12号一周前啊 这个空军神经科大校 在广州 有一个新闻发布 呃 这个新闻发布呢 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 是空军啊 于12日 阻止 轰流 K轰炸机 速三菱 监禁机 预警机 加油机等多型战机 飞经 巴尔海峡 附西台北洋 进行原海训练 啊 从部署的机场 快速完成出动任务 快速飞附西台北洋 感染训练 实施了 侦察 预警 海上巡逻 空中加油等 训练科目 呃 检验空军部队 远海实战能力 达成了既定训练目的 这是神经科呃 大校的一段 新闻发布 那这个新闻发布 基本上证实了 台湾媒体的上述报道 是真实的 呃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对这个事情进行 既然它是真实的 我就可以呃 给大家评论一下啊 讲讲我个人的体会 呃 我记得周二 呃 这个视频当中啊 讲到中俄南海联合军演的时候呢 我有几个观点啊 这个给大家再重复一下 如果你没有听周二那次 呃 视频的话 你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有个下拉菜单 下拉菜单 有个往期节目 会看啊 下边 呃 最最下头一行 往期节目 往期节目 有很多了 战争中说呀 觉得视频啊 马上都有 你可以听听那期节目 那期节目 我大致说了这么几个观点 呃 美国递进侦查成为常态啊 啊 这个2001年中美撞击事件以后 美国不断的递进侦查啊 尤其是今年以来 呃 南海中裁啊 等等 这一次中俄 这个 这个 在战江移动海域进行联合军演 获利全开 所有的这个雷达呀 电子无线电 呃 通信啊 全开 全开以后 美国肯定是天赐良机 赶紧进来监控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肯定的 那这个事对中国来讲是好事 还是坏事呢 我认为任何事情有坏事 这当然不好了 你离我远远多好 我干事的时候 你别来凑事 但是你想想啊 有美国这么一个陪练多好啊 啊 跟高手过招 咱们自己也会提高嘛 就像中国组织队啊 是不是 这个 这个郎平带领中国女朋友 你看 打败了这个 打败了那个 我们最后自己的冠军 啊 你说整天在国内跟校对比啊 这个 这能提高多少啊 这这怎么办呢 啊 这个如果是我们来演习 他在捣乱呢 怎么办呢 我说一个人要注意保密嘛 啊 泄密很重要的是 保密功能做不好嘛 再一个呢 要做好预案 我们电子干扰啊 对抗性的演练啊 要做好 最好是在 我们的演习区和美国演习区中间 隔一道墙 给它隔开啊 确保我们演习区的安全 呃 当时呢 我们海军的新闻发言人呢 说了一些舰艇 把双方出场的队员演习参加的兵里都说了一下 哎 我说怎么没有潜艇 没有海军陆战队啊 啊 我说这么大个演习 没有暗机飞机吗 没有空军参与吗 那怎么夺去制空权 制海权 制电磁权啊 哎 果不所料 果不出所料 出了这么大的事啊 空军还真的是参加了 呃 对于这个事件怎么看啊 呃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这个 呃 我预料到会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没想到 玩这么大啊 这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呃 首先呢 这个 根据国际法啊 我这个 大家都知道 我研究国际法啊 写了好几本专注 呃 那这个事情当然啊 这个 呃 公海航行自流嘛 呃 飞跃自由嘛 啊 也呵护 国际惯例 所以合理合法 和呵护国际 呃 呃 规则的 这个没什么问题 从我们自己的 国防需要来讲呢 预理于国民之外嘛 啊 我们现在空军 呃 强大了 伸展一下拳脚 潜出第一岛链 我们空军呢 过去的 战略不是这个的 过去战略是国土防空的 所以说海 洋上边的防空 呃 以前虽然你听到了很多 空中巡逻 空中作战的案例 那都是海军航空兵 啊 这个空军主要是国土防空 国土以上的防空 那么现在呢 空军 随着武器专门的发展 开始向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转型 在这种情况下呢 2015年啊 洪6K当时呃 就开始 先后四次从公国海峡 和巴士海峡 飞到西太平洋 那当时把我吓一跳 我说洪6K 直接就出去了啊 当时好像也没有护航 就两架洪6K 直接就过去了 呃 那是第一次啊 那么今年已经多了 7月和8月 中国空军 有两次飞赴南海 对南沙黄原岛等等 进行战斗巡航 这些都非常好 说明我们空军和海军 空海配合联合作战啊 这个呃 在中原海域 进行这个联合巡逻 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技术层面呢 我感觉是这样 就是首先是考验 武器装备的中原海域 作战能力吧 啊 你首先是飞行训练嘛 你得能飞这么远吗 飞这么远 你要空军加油嘛 过第一岛练 对不对 而且这个 海面和地面不一样 它没有地标啊 没有地标 空军啊 老的飞行员啊 他领航的时候 他要看地标 就像我们现在 一些女同事开车 北京迷路了 迷路以后找不着 找不着以后 她就认识长一街 啊 她把车开到天安眉那儿去 开始定位啊 东西南北知道了 开始找回家的路 这个海上空天一色 都是蓝的 都是蓝的 所以说这个 没有地标 因为空军加油 所以这对空军来讲的话呢 它飞行是一个 是一个 比较大的难处 经过大量的训练 再一个呢 就是空中的侦察预警 电子站训练啊 因为你飞这么远出去以后 你像这次突然出现了美国的空情 啊 F15过来了 美国的海情 驱逐渐用了 啊 还有台湾的空情 这就非常复杂了 这是什么叫复杂 电视环境 对不对 而且是对抗性的 啊 在这种情况下 叫我的电子侦察机 啊 电子战飞机 啊 伴随 而且空警2000 预警机 在那进行空中指挥 啊 然后苏30 箭11B 相互之间进行战术配合 那你自己玩是一码事 你这 跟美国玩 那旁边台湾在那看着 是不是 这挺有意思 啊 东北在那玩台湾在一边 这个 关键啊 关键 你提高 提高了这个训练的真实性 所以我一再讲我的观点 就是说 这个 这是个好事 是不是 这个 大家在一块 经常切磋啊 这个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专业 性更好一点 双方一 交手就只有没有 对不对 你进行一些战术动作 近距离的战术较量 机会难得 机会难得 美国不错 美国如其而喻 倒好陪练 做的也不错 值得表扬 以后我们出去 会欢迎美国经常过来 大家多练一练 练一练 时间长了就知道 对不对 相互之间 慢慢慢慢 对相互之间的战术 也就了解了 你想想 这个美国原来 中美撞击的时候 他把他的一批 3C 飞到我们海南岛 附近 几十公里的海域 结果跟我们歼巴撞上了 那是在哪了 对不对 可能从现在巴士海峡 往那巴士两千公里呢 现在我们欲敌国民之外 提前的巨大的防御纵深 在这个地方 就是跟对美国 这样的一种拦截 一种 这个空中的 这一种一种战术动作 你这多好 以后呢 所以说我们要加强 这样的一种纵身防御 这次一个意外的收获呢 就是还台湾还起飞了16架 F16和金国号 另外还天空导弹的 人家这个丰富了我们的演练内容嘛 对不对 所以以前我们老套的做法呢 就是 不要惹事啊 不要主动的事嘛 人家来了以后 我们再说 基本上是这个 冰来降当 水来土焰 这个冰不来 我们降就在这等着 那个大水不来 我们这个土就在这放着 现在我们开辟了一个 非常好的先例 我主动出击 我出题你来做 对不对 变被动为主动 你少跟我来这里个冷 对不对 我欲敌国民之外 这个 非常好 我感觉这次空军表现得非常好 双方的接触 遭遇 战术展开 最后快速的脱离接触 整个表战表现得非常专业 动作娴熟 而且安全可靠 无可挑剔 一点事没出 这个我想美国回去 可能也在总结 哇 中国好厉害 这就对了 以后我们这种事情要多来一些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些 那么最后我跟大家再说一下 很多朋友问 张老师 你是不是有一个微博 我们团队在经营我的一个微博号 叫张照中开讲 希望你关注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下次见